近日关于蔡冰已经与女排续约的消息不绝于耳 但是这次奥运在朱婷等人回归的情况下 只获得第五名 这样的成绩蔡冰还能续约 陈忠和当年拿两个冠军一个季军都不续约 蔡冰一次四强都不没进过 续约说得过去吗 本次奥运一个好教练的作用显而易见 意大利之前还传出内讧 埃格鲁打替补队内矛盾重重 后来意大利排鞋直接开除了马三蒂 换的这位新教练贝拉斯科 做得最好的是团结了队伍 既稳住了埃格鲁 还让安娃发挥出能力 最后成为夺冠热门 所以教练的作用不言而喻 那么下周期谁能成为女排新帅 目前国内教练很难胜任 笔者建议请外教 如果蔡冰继续 那么下个周期没啥看点了 其实中国男排的外教海宁就很合适 或者开两倍的价钱高薪聘请桑塔雷利 当然了 日本男排外教布莱恩协任了 把布莱恩请来带中国女排 这是最合适的 日本男排的教练布莱恩 感觉他带队伍防守串联 很精密成体系 而且刚刚卸任国家队 七年间他将日本男排 从一支二流球队 带到了世界一流强队 连续两年带领日本男排 进入VNL四强 只是在奥运会四分之一 在手握多个赛点的情况下 汉服意大利 经过他七年任期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轻视日本男排 他还特别擅长于英帝制宜 根据队员的不同特色 打造高效的战术体系 如果能把他请来接手女排 并给予充分的自主权 中国女排定能在不久的将来 重现辉煌 最主要的 人家有国际视野 特别是能针对亚洲人的特点 把日本男排成功的经验 引入中国 他这种能力的教练 要经验有经验 要成绩有成绩 放在国际市场上 绝对是一条大鱼 如果能请来 再在国内选几个年轻 有潜力的助教 跟在身边学习 不仅对女排有好处 对国内教练的成长好处 也是很大的 中国排鞋只要请国外教练 肯定不少人应聘 因为中国女排 还是有上线的 如果选国内教练 最合适的第一顺位 还是郎岛 郎平虽然东京失利 但是起码人家辉煌过 甚至现在 都还是在吃郎平留下来的底子 第二顺位 就是国亲国少 两个教练 匡奇和赵勇 正好U20和U18 我们都有不错的好苗子 两人对杨书名 张子轩等好苗子都熟悉 而且作为年轻教练 还是比较敢换人的 这点就比蔡冰强 再邀请黄金一代的杨昊 刘晓彤 作为助理教练 也是事半功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